不知為何最近有很多朋友都有痛風的問題 究竟痛風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在古代痛風已經存在了 而且譬如說是皇帝病 皇帝跟我們普通人做的事有甚麼不同呢? 就是因為皇帝每一天都可以喝酒和大魚大肉 所以很久以前大家已經知道 痛風是跟我們的飲食息息相關的 但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我們每一餐都吃得很豐盛的 有魚有肉 但為何不是人人都有痛風 而痛風只不過是影響某一部分的人呢? 所以我們也知道 其實痛風是跟我們的遺傳非常有關的 很多食物都含有puring的 或者是泡澜 當這些食物入了我們身體 經過新陳代謝之後就會變成尿酸 正常人會將過多的尿酸排出體外 但有些人因為它遺傳的因素 他就沒辦法將過多的尿酸排出體外 又或者他本身身體會製造更多的尿酸出來 這些尿酸如果積聚太多之後 就會入了我們的關節 造成急性的關節發炎 這些急性的關節炎最常見就會出現在腳趾宮 通常腳趾宮底部的位置會出現紅腫痛 以及身體其他關節都有可能出現痛風 例如是手肘、膝蓋等等的位置 如果我們不及早治療它 或者不保持身體內的尿酸那個level 可能會引發慢性的痛風 慢性的痛風還會對我們的腎臟造成傷害 究竟痛風要怎樣醫治呢? 大家要記住痛風是不可以根治的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生活習慣和藥物去防止和控制 如果體重比較重的朋友就需要減肥 還有我們每天要喝足夠的水 去幫助我們的身體排出過多的尿酸 在食物方面也要注意 酒一定要滴酒不沾 酒磊其實對痛風的病人來說是大忌 汽水和一些假的果汁 因為裡面有過多的糖分 也會增加我們身體內的尿酸 所以千萬不要喝汽水 不要喝假的果汁 至於飲食方面 物食方面我們要避免吃內臟 背殼類的海產 肉類的紅肉也要少吃 例如牛肉 羊肉 豬肉 也要儘量減少 蔬菜方面 蔬菜我們要避免吃一些露筍 菠菜 椰菜 花 這一類的蔬菜 如果是乾豆類 和冬菇也要小心 不可以太多吃 說了這麼多東西都不能吃 究竟痛風的朋友可以吃些什麼呢? 大家可以考慮多吃些水果 雖然說水果裡面有糖分 但有研究顯示 就是水果的天然糖 其實對痛風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以及尤其是車離子 可以幫助舒緩痛風的症狀 至於在吃肉方面 肉大家可以考慮吃少少的雞肉 和吃少少的魚肉都是安全的 蔬菜 蔬菜除了剛剛提及過的那幾樣之外 其實大部份的蔬菜都是安全食用的 很多人有誤解 就是奶、蛋和乳酪是不安全的 這個不對的 其實痛風的病人都可以吃蛋、喝奶和乳酪 如果大家發現自己可能有這個痛風的症狀 就要盡快求醫了 因為適當的藥物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舒緩這個痛風的症狀 和減少將來它再復發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喜歡Dr.Market小錦囊的朋友 記得CLS 留言、留言、分享 和按下小鈴鐺 那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何時出新片 記得訂閱掛家頻道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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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